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常见的皮肤病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青春痘 很多年轻人可能都很烦恼 那我们很高兴请到的是 漂亮101诊所的陈玄祥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青春痘虽然叫青春痘啦 但事实上现在有这样困扰的人 也不见得是青春期才有啦 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会有青春痘形成的原因 等一下医生你说到我痛处了 虽然我不是在那个青春期 可是我真的会冒痘痘 就是他到底青春痘的原因是什么 我很想知道 是 事实上我们这个青春痘 我们看一下 他其实他又叫做挫疮啦 这个字很多人都不会念啦 挫疮 有的人叫挫疮 有的人叫挫疮 可是如果你电脑上面打注音的话 应该是打挫 他才会跑出来 挫疮 好 那因为在过去大家都认为说 他是好发于青春期 所以当然俗称就是叫青春痘啦 痘痘等等的 可是实际上 根据这个统计报告来看的话 事实上绝大部分容易长青春痘的 好发年龄其实并不是在十几岁为主 反倒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 是主要长青春痘的这个高峰 那甚至有一些人他到了四十多岁以后 还是会长 所以当然青春痘这个名字不是很恰当啦 不过约定十五成大家都这样讲啦 所以当然都是这样叫啦 那他为什么会长 其实他有几个形成的主要原因 我们常常讲说四大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的皮脂腺比较容易出油 那大家都一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我好像夏天到了会比较容易冒 或者是说我比较容易流汗 或比较容易出油的情况之下 我就比较容易冒 那第二个形成的原因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角质代谢不正常 所以我们的毛孔周围会 会有积一些角质层卡在毛孔周围 让这个你分泌出来的油脂 没有办法顺利的跑到皮肤的表面 那他塞住塞久了以后 就会像吹气球一样 这样慢慢慢慢吹起来 吹大了以后大家就会看到粉刺 那如果再发炎或者是破掉 他就会变成我们讲的痘痘 对 所以这是两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有些人认为我们叫做这个 虫窗杆菌 就像这里面有提到的 这个虫窗杆菌或是虫窗棒状杆菌 其实它也是皮肤表面的一个正常的细菌 那平常的量也不是很多 它大部分都是生长在我们的毛孔里面 或者是容易出油的部位 那如果说 T字部位就对 对比如说像T字啦 前胸啦 后背这种比较容易出油的部位 那如果说这个 你到了夏天很容易出油 容易流汗 那这样的环境当然也会助长细菌增生 那增生久了以后 它就会在毛孔里面引起发炎的现象 那这样子它也会容易形成痘痘 或者是 那我可以用那个吸油面脂吗 可以 可以 很多人会怕说 会觉得说 我油越吸越多 这样是不是不好 那事实上 我们 吸油面脂 它主要是 就是吸掉在皮肤表面的油脂 那我们皮脂腺它的功能 基本上是所谓制造油脂跟分泌油脂 所以它分泌油脂的这个速度 基本上不太会受到 你吸油这个动作的影响 所以大家会很担心的这个 我是不是使用吸油面脂过度会怎么样 事实上是不用太担心 不会吸到那个皮肤里层 事实上它只是吸皮肤表层 它不会吸到皮肤底层的这个油脂 那刚才讲的四大原因里面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荷尔蒙 特别是如果说 有受到这个男性荷尔蒙的刺激 所以很多人会观察到说 男生会长嘛 女生在怀孕的时候也会长 或者是月经周期 月经要来之前也会比较容易长 那这个其实都是因为受到荷尔蒙的影响 所以刚刚讲的 这是形成的四大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呢 当然其他也有一些原因可能会造成 比如说它本身就是比较容易长的体质 比如说爸爸也长 妈妈也长 那小孩子会长的机会当然就会比较高 那这个体质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比如说它本身皮脂腺的分泌就很旺盛啦 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荷尔蒙 就是比较容易影响到毛囊 对 那其他陆陆续续的原因包括说像饮食 为什么饮食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常讲说像高热量 油炸或辛辣的这些食物呢 它会让发炎变得更严重 就是一个已经在发炎的痘痘 它会让它变得更严重 或者是说这些高热量或是油脂的东西 它里面常常会含有一些动物性的荷尔蒙 这些荷尔蒙也会影响到我们体面的内分泌 那当然像情绪的变化 这个也是因为你在有压力的时候 你一定荷尔蒙的分泌量是跟平常不一样的 那这个也会造成毛囊容易受到影响 就开始大量的分泌油脂 然后塞住了以后就开始长痘痘 对 那其实我们比较常见的长痘痘的部位大概是哪里 脸 大部分常见的就是脸 那当然脸很多人会说 我是不是长某个部位 就是代表身体的器官出了什么问题 那事实上这个在中医里面 他们的确是有这样讲 比如说可能是肝肾什么的问题 可是因为中医所指的肝肾跟我们西医所指的肝肾 事实上并不完全能够画上等号 所以那个基本上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跟建议 那事实上在西医里面大概会分成两大类 一类就是说它是长在下半脸的 比如说从眼睛或鼻子以下 绝大部分长在下半脸的 目前的观察是认为说 它其实是跟内分泌失调 或者是跟荷尔蒙比较有关系 那其他就没有很特殊的划分说 什么部位是胀气出了问题这样子 那如果说长在背部呢 长在前胸后背 或甚至有些比较厉害 它会长在这个臀部的部位的话 这些我们认为跟体质比较有关 也就是说它的体质本身就是可能很容易长 再加上它这些部位的皮脂腺分泌 可能就已经都很旺盛 所以它是特别容易长这样子 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 那其实我们有准备一张图 就是好像是有拿几种那个痘痘的分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下一张图 痘痘 它其实严重程度可以从很轻微 也可以到很严重 比如说像有些人 它可能只是轻微的这个红点 我们看到这就是轻微的红点 甚至也有可能就是会长成 像这种比较大颗 像囊肿型的 我们这种叫囊肿型的 那也有的人 它就是只是看起来有点粉刺 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黑头跟白头的粉刺 那挤出来之后结痂吗 不是这个都是本来就形成的粉刺 那这种粉刺我们会分黑头跟白头 基本上只是在区分说 它的这个粉刺是有开口的还是没有开口的 通常有开口的就是黑头 那没有开口的是白头 所以在治疗上面当然黑头的粉刺治疗是会比较容易 那白头的粉刺治疗会花比较久 相对上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青春痘它其实是可以很多样化 它可以到处都可以长 那长的形状 严重程度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说 有些人来 它只有长粉刺 我们跟他讲说这个是粉刺 可是他会说它这个是青春痘 那事实上 这个在划分上面都是人为的划分 只是严重程度的不一样 有发炎的是青春痘吧 对有发炎的 我们基本上就会认定它是发炎性的痘痘 那这个广义来讲 粉刺也算是痘痘的一种 只是说它是比较轻微 它并没有产生发炎的现象 其实粉刺我们常发现 它其实就是长在鼻子的部位 所以有人会去用妙鼻贴什么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脸部以T字部位 它的皮脂腺分泌是最旺盛 那皮脂腺也是最肥大 所以在这个部位最容易形成粉刺 对那使用妙鼻贴是前一阵子很流行 那它其实它的好处是说立竿见影 你一撕下来你可能就看得到粉刺被拔起来了 可是其实缺点是说在这样子拔的过程 当然有可能会对毛囊造成伤害 毛孔粗大对不对 所以时间久了也许毛孔就会逐渐变得比较松弛 它会不会只有针对那种黑头粉刺 它那个白头粉刺它不是它是闭合式的粉刺吗 对如果是白头粉刺 其实用妙鼻贴的效果就很有限 大部分是黑头的效果会比较好 OK好 那我们要怎么预防青春痘呢 我们刚才讲那么多原因 其实预防不外乎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 比如说你生活作息要规律 因为你一熬夜 你身体的这个肾上腺素分泌就增加了 那就会造成你的荷尔蒙会失调 对那再来就是做好脸部的清洁工作 虽然我们认为洗脸并不能完全把毛囊里面的这个 虫窗杆菌把它洗掉 但是最起码它可以让这个菌的菌量 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 不会相对上来讲变多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当你这个虫窗杆菌的量不多的时候 它当然就比较不容易发炎 可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个想法说 那我是不是一天洗多一点 洗个四五次 或者甚至用很强的这个抗菌的洗面图来洗 事实上我们是认为这样有点矫枉过重 因为洗的次数过多的时候 反而会对皮肤的角质层造成受伤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形成痘痘原因 不是只有单一虫窗杆菌所造成的 所以就算你洗得很勤 也不代表说你的痘痘可以完全解决 而且好像是洗太多次的话 其实那个脸上的油脂会被洗掉 反而就是对皮肤是不好的 皮肤反而会造成比较敏感性的肌肤 OK 那其实那在那个什么清洁剂的选择上面 有什么要注意的 一般洗面乳我们大概就是建议以中性为主 它这边写说肥皂 那事实上不一定要肥皂 就是说一般的洗面乳大概都可以 那一天大概一到两次大概就足够 当然夏天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多吃一点 也许两到三次这样子 有没有必要说可能一出油就马上去洗呢 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 不建议这样做 其实要避免出油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待在冷气房 因为我们的皮脂线每升高一度C 它的出油量就会增加大概1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降低自己的体温 那你的出油量一定会降低 就是待在冷气房就对 对对对 可是其实平常还是可以多做运动 好那我们等下节广告回来 还有一些预防的措施要告诉大家 那我们等下会开放扣印专线哦 让大家进来问问题 我们扣印专线是87872325 87872325谢谢 谢谢